这绝对是黎明最想删除的一段黑历史 一次唱歌走音 差点毁掉了他整个演艺生涯 91年在一场慈善晚会上 黎明接连破音 一时间被媒体大肆报道 称他为走音天王 这次的事故直接导致黎明三个月都不敢参加演出 黎明真的如大家说的那样 仅仅靠着颜值寄进的四大天王吗 当时华东水灾为了支援灾区 香港200多位明星参演为灾区筹集善款 奉鸣一时的黎明也在其中 当时他已经表演完毕准备离开 可他的助理突然接到电话说 有一位老板可以出资50万 只要黎明上台再唱一首歌 未能给灾区人民筹集更多的钱 黎明二话不说就上台了 但他要演唱的曲子并没有事先排练 伴奏被音响师调高了一个音 慌乱中黎明在副歌部分两次跑掉 唱完整场歌下来 整个后台的人都在变小 本事做好事却没有人记得他额外抽来的善款 反而让他深陷走音的舆论漩涡 媒体更是借此大作文章 嘲笑他是走音天王 不明真相的路人更是纷纷指责 他是靠脸吃饭 此后黎明对现场演唱就有了阴影 三个月都没有演出 偶然的机会张国荣得知这个情况 在一次采访中公然为黎明抱不平 说新人哪个没走过阴 我想是大家想的太完美了 只要你们把要求讲的一点 大家都会开心一些 此后黎明也渐渐释怀了 毕竟实力就在那里放着 甚至在电影《豪门烟烟》中还专门唱跑调 调侃了自己一番 为了真实的慈善 黎天王真是拼了 可谓是出钱又出力 演技比不过刘德华 唱歌比不过张学友 跳舞又不如郭富城 被称为最水天王的黎明 真的是靠颜值加入了四大天王吗 不 当然不是 你要非这么说 我只能说这是我听过最离谱的笑话 黎明是继张国荣 谭永林 梅艳芳 陈慧贤之后 第五个拿下歌曲金将的人 也是四位天王中第一个拿下影帝的人 巅峰时期 他的粉丝比其他三位天王加起来还多 不但在香港爆火 在当时的韩国 粉丝也是众多 甚至韩国总统在演讲时都提及 在韩国 黎明是家喻户晓的明星 当年黎明在英国留学 因为生病回港 正值有一个歌唱比赛在举行 他闲来无事 决定报名一事 虽然成绩不是最好的 但是他温润如玉的贵公子气质 和超高的颜值 收获了无数观众的青睐 这时 无限亲自找上门和他签约 与其他几位天王 折服几年才熬出头不同的是 他的第一部戏 男儿本色 就是出演的主角 真让他销活了一把 最后没多久 就和TVB闹得不快 遭到了封杀 为了谋生 黎明一人前往台湾发展 谁料阴差阳错 在台湾爆火 此时TVB自然不愿放弃这块肥肉 他回港的第一部剧 《人在边缘》 就拿下了年度收拾冠军 黎明借此一炮而红 此时他也并没有放弃唱歌的梦想 在保立金的打造下 他的第一张专辑相逢在语中问世 一击发出 引起强烈反响 几乎难过了90年 香港乐坛的所有新人奖项 随后保立金趁着打铁 又为黎明推出了专辑《誓爱是缘》 一起拿下SPI全年最佳销量大奖 稳坐乐坛 当红巨星宝座 随后只要是香港的音乐奖项 全被他拿了个遍 据说还有一个奖项 因为每年都是他 所以被取消 而他的神言除了迷倒了中国的万千少女 隔壁的韩国迷妹也被俘获 当时去韩国宣传电影 街道被围得水泄不通 一位韩国的总统来还访问时 也说是他的粉丝 到了97年更是夸张 黎明开演唱会 60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粉丝 就在红管外拉横幅喊口号 被媒体戏称为十国联盟粉丝团 连现在的战节看了 也要喊声祖师奶奶 之后还被CNN邀请 去现场参加迈克尔·杰克逊的演出 到了99年 黎明再次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不再接受一切形式的奖项 一心钻研演技 在两年后 凭借三更之回家 拿下了金马影帝 和张曼玉的甜蜜蜜 还被美国时代周刊 评为年度十大家片第二名 这些无疑是他实力的最好证明 看谁还敢说他是最水天王 不过是低调罢了 黎明在香港的魅力值有多高 除了学生想嫁给他 圈内的众多女星也想嫁给他 曾有人开玩笑说 其他三位天王的女友都是一认一认的 而黎明的女友是一答一答的 自出道以来 他的绯闻女友是满天肥 几乎每拍一部戏 他就有了一位新女友 但其中最可惜的 要数他和舒淇的恋爱 金星曾在节目上提问 他和舒淇为何分手 他的回答可谓是满分答案 你们俩的分手是不是社会造成原因 就是外界的原因给造成了 你说哪一个 舒淇 舒淇 为什么提到舒淇 因为我太喜欢这女孩了 当时我告诉他俩多好啊 郎才女帽的多好啊 好不长时间了 在采访的结尾 他还是夸了一句 舒淇是一个好演员 他这么做无可厚非 除了舒淇这个前任 其他非的女友也都各里各的漂亮 像周海妹 王妃 李嘉欣等等 当年黎明拍戏结识周海妹 两人不论是外貌 还是个性 都十番的契合 完全是两台女帽的一对 可惜当时女方已经结婚 两人非凡的曝光 还被港媒大骂 称她勾引有夫之妇 对此两人全盘否认 有超越朋友之外的其他情愫 而后黎明又遇到 有富豪狙击手之称的李嘉欣 这也是争议最多的一段恋情 当时两人合作了堕落天使 一个帅气冰人 一个美眼动人 怎么看都是一对逼人 但黎明却从不承认 两人的恋爱关系 取得李嘉欣 亲自亮明自己的正牌身份 这样黎明的粉丝颇为受伤 为了顾群大局 两人最终分手 李嘉欣再次投身 大佬的怀抱 接下来就是舒奇 这应该是她最爱的一位女友 但七年爱心长袍 也是没能落得圆满的结局 据传主要的原因 是黎明父亲 不能接受舒奇的发展经历 接下来就是她唯一承认的女友 兼妻子勒基尔 样貌和舒奇还有一点神似 08年 黎明花费千万娶她回家 还为她提供上亿的创业基金 但欢后女方仍美收心 经常和异性举止亲密 两人的婚姻 仅仅四年就走到了终点 等黎明再次爆出喜讯 就是18年 她直接抛出了孩子的照片 据闻妻子是她的助手 这次十分的低调 虽然没有官宣 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 只是感慨人生如性 最重要的人 或许一直就在身边 再次